郭建盟 提出質詢 雖然不是涉及貪污 也是縣市合併 財源不足 逼不得以下的問題 但是我認為事關弱勢權益 所以提出來跟大家做個建議 著急了 我就看著你質詢 因為社會局勢在一次 我没有办法看着他们的咨询 因为他们实在是 我很敬重的一个单位 赵吉隆跟你报告 在我画了一张图 这张图 有一个钱币 这不是我画的 我助理画的 被人家绑架走了 这个是弱势的小孩 为什么画这张图 事后来做个说明 去年 赵吉隆跟你 去年我们在11月的时候 我们在审法案二读会的时候 是会送了公益彩券盈余 管理自治条例来修法 里面要把我们的第五条修掉 就是本基金不得用于 依法律所编列之社会福利项目 那因为这一条 为什么当初这样子定 最主要的目的是 我们要确保社会福利 公彩的社会福利 是用在加菜金的用途 是人去买公益彩券 东来要去做这个社会福利的 所以它是加菜金 他不可以来替代法律所 应该编列公务预算的正餐 我们为了要让加菜金是加菜金 正餐是正餐 不互相替代 也不排挤 所以我们列了依法律所编列的社会福利预算 它不得之用 目的是这样子 所以当初要把这条法修掉 我就担心我就跟局长对话 说 诶 这样会不会发生公务预算替代 我们是不是看过资料以后 我们在意 局长也尊重 就搁置到现在还没有再修 那搁置完以后 着急了 我就去把资料调来看 我们公益彩券的收支状况 我跟大家做个报告 我们公益彩券从100年到104年 这五年来 收入高高低低 最高 最高 最高是多少 最高是19亿 最低是9.4亿 差了快10亿 它是不稳定的 有哪些是有 有哪些是没有 再来 支出呢 却从100年到104年 大幅攀升 攀升了10亿 这五年就攀升了10亿 成长113% 把两张图对起来 你会看到说 其中五年里面有三年 入不敷出 这入不敷出会造成什么结果 会造成我们公益彩券的累积余额 迅速萎缩 从8亿降到快2.79亿 迅速萎缩 所以让工彩的财务迅速恶化 我当然看到奇怪 怎么钱跑去哪了 我赶快跟社会局要资料 社会局给了我一张表 赵启晓我看到这张表傻了 这张表没有 没有拿到这张表不知道出什么问题 里面编列的 现金计划补助六项里面 竟然有五项 第一项是依身心障碍法编列的 其他是用社会救助法编列的 这个都是依法编列 也就是我们自治条例里面写 不得用法律编列支出的项目 不能去补助 结果 却在这个资料表里面 101年就开始用 我当然就很紧张 我问我们的社会局承办人 为什么违反条例的规定 社会局回复我 所以要修法 社会我就说 可是法没有修过 你怎么先用 报告议员 我们完全合法 我在问说 既然合法 你为什么要修法 答不出来 我说那你把赶快 这几年挪用的状况 汇省给我 我一月跟他讲 到昨天 还是没办法给我 我把他第一张给我的表 再加上好不容易拜托他们 你给我一个数据 我就当作你只用五年 五年来挪用的14.691 相当惊讶 相当惊讶 我马上打电话 我行文 我是行文到 他说合法 我就行文去卫福部 他说依卫福部跟依财政部 的规定办的 我就行文去给卫福部说 这样子用是不是合法 卫福部在4月28号回文给我 他说 符合他们的财力分级参考表 这个规定啊 但是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知识条例 这个疑虑 他们问了社会局 社会局说 他们课证修法 研理修正自治条例 以符合公益采建的实际用途 到底有合不合法 他不背书啊 我马上打电话问说 欸 修法不过怎么办 卫福部跟我讲 卫福部跟我讲 这个要看 市府的监督机关 的态度 市府的监督机关 在高雄市应该是高雄市议会 原来是我 电话刚才挂断 再来 我又行文财政部 问到底这两个法 这两个办法 他的法律位阶是什么 法律位阶5月5号回函 说 财政部说这两个位阶 都是行政规则 召集人 接下来我跟你报告 参考表跟 标准表 他的法律位阶 明显 人家答复是行政规则 任何法律 有人都知道 法员的位阶 是从宪法法律命令到行政规则 是这样下来的 我们的自治条例是 议会三读通过的地方法律 他的位阶远大于行政规则 再去查一查 我这个记录里面没有 请你们去查一下 行政程序法第159条 里面名列 行政规则是不发生 法律 规范法律效力的规则 他没有那个效力 所以 依公益彩券发行的条理第二项 我想再跟大家分享 中央定的母法如果标准是绿色的框框 我们地方定的法如果超过这个框框 这两个超越的地方叫 愉悦母法 接下来如果中央母法定这样子 我们定在里面是可以的 叫自我权力的限缩 再举个例子 中央准用ABCDE五项 我们自己如果议会通过的法是ABCDE加C 加FGH三项 这是不行的 这个是愉悦母法授权 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指定ABC三项 可以的 这个就叫权力限缩 也是议会 对我们高雄市弱势权益的 嚴格坚持 身为高雄官 当然应该遵守高雄的法律 我再举个例子 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刚刚通过了 主席 我们刚刚通过了一条叫 高雄市维护环境管理自治条例 这条自治条例里面 中央现在全国的二行程机车有多少 有216万辆 这个计划 中央定了一个计划 叫环境清洁计划 希望在109年减少到 100万辆 也就是降低了46% 可是我们高雄市的自治条例 我们却更严格 在中央授权下 我们要109年把高雄市58万辆 如果照46% 我们只要26万辆就可以解决 27万辆就可以解决 可是我们对环境的要求特别严格 所以我们限缩了高雄市 58万台机车的车主 109年你就不准用了 这个叫 这个叫 对市民严格要求 也是对中央授权范围的 全力线索 那没有疑力 我们社会局官员不得 你感觉中央授权范围的规定 你感觉中央授权范围的规定 你就去适用那个规定 那高雄市议会关起来算了 这样子造成什么结果 挪用了14.69亿 当然会造成工彩的财务迅速恶化 局长可能会讲说 欸 欸 钱变少代表我们去做的事情 报告局长 你的钱如果不是拿去替代公务 哇 你怕婆啊 你如果是替代公务的话 就少了14点多亿啦 就少了啊 少了14.69亿造成什么结果 社福就少10.69亿 上官的资料我没有办法去查 我就举一例 这个不是法定的 这个是公益彩券 管理委员会通过补助 我们的弱势儿童及少年辅助 跟单亲掐尼直领补助 在这四年啊 就少了9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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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钱被挪走了嘛 这次举例啊 你要去凑14.69亿 你可以凑得出来 到底挪走哪些啊 是被压缩的 所以画了这张图 这笔钱原本是我们高雄市卧室所有的 你不去挪用 就全部是他们的 但是我们就这样移走了 就这样移走了 没有修法之前就移走了 没有经过讨论就有一种 我还是跟交集人做个分享 我认为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敢质询 因为我认为没那么严重 所谓的不严重是指什么 它不涉及公务人员贪图 这些钱一样花在高雄市民的口袋里 但是 也是因为 理由也是因为 我们财政县市合并以后 手吸手背都是肉 我不能不去管高雄县的嘛 所以钱挪走了 这些或许或许 退一万步都情有可原 但是我要跟局长 跟招集人做个分享 依法行政是公务员人基本的准则啊 也是高雄市民主的发展根本嘛 这不用我多说吧 再来 用公益彩券去替代公务预算 这个要经过讨论 要找弱势团体来 让他们讨论说 我这样子用会排挤到你们什么 但是不得不这样子做 否则我们连正餐可能都吃不到 但是你放心 我们会维持该有的社会福利 也让议员清楚知道 那我们再来做嘛 我同时要跟招集人报告 这一次 还要谢谢不小心 可能是不小心给我资料的承办人 否则我不会知道 你说 人家批评 你们高雄市议会 议员都在省预算 你们是吃什么的 为什么都没有看出来 用成这样子 报告主席 你现在就算把预算书翻遍了 你也看不到 因为他列的是大项 这些都是细项 所以我们未来基金的编列 要改 否则我们监督不照 我们没有办法为市民监督其该监督的责任 所以 我要跟我们的社会局同仁 提出三个诉求 第一个诉求就是 撤回修法 因为我认为这个要经过讨论 不是现在我们直接说一说 算了就修 这个要经过高雄市的各团体讨论 才能处理的事情 接下来停止挪用 防止弱势权益继续再被侵蚀 再来挪用的 规定吧 不能挪用就不要挪用 这是我的直询建议 所以 赵几言 是不是就先请 先请局长来说明一下 做个答复 来 局长来说明 谢谢 召集园 谢谢 郭云 首先 我必须要替我们高雄市政府社会局的同仁 跟议员表达 我们完全都是合法在执行公益彩券 而且我们已经连续多年的优等 而且我们也替我们的高雄市政府在中央 因为表现良好 在公彩管理的这个部分 连续三年拿到六千万的奖金 为市府的市库 赚得了更多的资源 来在高雄做地方的建设 第二 我们的承办同仁 也是依法提供所有透明的资料给议员 绝对没有所谓不小心泄漏给议员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我们每一年都要接受 中央对地方的考核监督 所有的资料都是摊开的 这么严格的监督之下 我们都还能够年年得优 我想这个部分真的是实属难得 一人不称赞我们的同仁 居然还说我们同仁是违法 我觉得对市政府社会局来讲 真的是一个非常不能承受的一个 控诉的一个帽子 另外我们 这一个公彩的施行 我们在中央是有明确的母法 叫做公益彩券发行条例 他里面明定 他的第六条第二项明定 这一个中央给地方的这笔钱 就是让地方政府可以在地方 来推动市政 专攻政府补助国民年金 全民健康保险准备社会福利之用 社会福利之用的这个部分 要以政府来办理社会保险 福利服务社会救助 国民就业医疗保健相关的业务 但是另外有一条法 有一个办法公益彩券 移民运用考核与追回款项保管 及运用的办法 用另外明定不可以使用的项目 都非常的清楚 就是所谓的财政收支划分法 已经分配给我们地方的 补助的这些社会福利经费 包括国民年金保险保险费 农民健康保险保险费 中低收入户老人生活津贴 老年农民福利津贴 以及中央定额设定的 一般性社会福利补助款 指定的办理施政项目 有什么是可以列的 有什么是可以支的 什么是不能支的 甚至连相关的比例要怎么设算 也都有明文 在行政院主计处也提供给我们 高雄市政府社会局 历年来完全按照相关明确的法规 在执行 所以我想不能了解 为什么议员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说我们是有任何违法的情势 另外为什么我们要修法 第一 我们要新增原民的代表 第二 行政院要求家暴跟性侵性骚扰 要放进去我们可以适用的范围 第三 法务部要求我们毒品 滥用的家庭支持服务 要加入我们可试用的范围 我们为了要符合 我们中央 历年来这样子的更正 跟我们行政院内政法部部等等 要我们不断更新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来做修法 但是这个相关的这个文字部分 我们这次要修订的更清楚 不要有文艺一声误解 像议员您这样子的误解的状况之下 我们能够跟中央现行的法规一致 所以我们才会来做这一次的修法 我们如果不做这样子的修法 就等于我们现行的 高雄市 高雄市不可能自己用 这笔钱是中央下来的 我们一定要符合中央的规定 所以我们如果不修 我们就跟母法有相抵触 而且我们现行所有的社会福利 都有相关的法律依据 老人福利法 社会救助法 儿童是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 身心障碍保障法 家庭暴力保障法 我们什么都是跟法律有相关的服务 如果这些都不能编 我们不晓得我们公裁还可以用什么 所以我们我们一直很努力的 努力的在高雄能够创造一个更友善 在县市合并这么大的压力之下 市长还是努力的带着我们的市府团队 怎么样高市高县 我们福利可以齐平 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调整跟努力 为了什么 我们今年是不是也按照议会的要求 我们也开始做排复 我们每天被大家抱怨 为了什么 就是希望市府可以长治久安的 为高雄市民提供一个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安居乐业的一个生活 不用担心 但是今天看议员这样子的报告 我很担心 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 我们的市民会因为这样子 我们的财政真的有困难 我们高雄的社会福利真的是有困难 那我的未来要怎么办 我觉得这都是让市民受到不必要的恐慌 而且这跟事实也不符合 所以我想我们尊重议员您的咨询权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必须要严正的 对于我们的工作同仁 对于我们的市府团队 对于我们的财政严谨的处理的程度 我觉得要在这边跟议员做一个完整的说明 以上 好 再三分钟 谢谢召集人 局长 我简单回复 第一点 您刚讲的修法内容 你要修的其他条我都没有意见 但是我对那一条拿掉 我担心 如果我们的法抵触中央母法 中央不会放过我们 这您也知道 再来 局长 高雄市社会局没有违法 不是我郭建宏在这里说的算 所以您看 局长 您看我三个诉求 第一个诉求 撤回修法 理由是什么 理由就是 法没修过 就这样子挪 法如果修过 其他局数给你们压力 需要请 会不会再挪走 第二个 停止挪用 理由是什么 因为 我们关心 如果再挪 弱势的权益怎么办 弱势的权益怎么办 第三个能规定的话 弱势权益又加分了 又加分了 所以 有没有违法 不是我郭建宏今天在这里 直询的重点 我们的目标 我的三个诉求 跟社会局完全的是一致的 就是高雄市的弱势权益 你刚刚也扣帽子回来给我 没有关系 我也请我们所有社会局的同仁 继续为弱势权益加油 姚宇均加油 姚宇均加油 二等主席 你也加油 我来咨询到此为止 谢谢 跟郭媛报告 其实我 我也要求他们修 因为里面刚刚他提到 因为里面没有 是没错 是 是 我说 这个就是要有讨论 没有讨论的空间 因为我们也都三赌 把104年之前的 都通过了 我建议是说 你提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应该是坐下来讨论 可以 OK吧 是 是 OK 好 谢谢郭议员的执行 那接下来 执行的议员是 郭焕中 对不起 简焕中 不好意思 好 主席 社政部门的各位 市府官员 大家早 我昨天晚上 我跟我女儿 看了我在民政部门的咨询 然后 看到一半 我女儿突然告诉我说 爸爸啊 你怎么对市政府的官员那么凶 你以前不是在市政府上班吗 我就说 其实市府官员如果做得好的话 我当然会觉得称赞他们 会给他们加油 做不好的话 基于我的职责 我当然要 给予一些事单的监督 那 所以 其实 刚才有 大概 因为我自己 原本要准备 我自己要执行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 去年 我是 社政委员会的副召集人 那儿等委员是 是召集人 那 针对刚才的议题 我还是 但是 有些问题我要 要 请教一下我们社会局局长 我想 陳菊社长从过去 他是 在台北市政府担任社会局长 一直到高雄 我想照顾弱势 以及保障劳工的权益 这大家都可以不用怀疑 那 刚才我看到的争议 好像是大家对于法令的一个相关的认知 有所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目的都很好 都为了照顾我们 大高雄的社会的弱势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做努力 所以我这边我想 问一下社会局的局长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 我们要修订这样的一个法令 请局长是不是可以回答一下 请邀居长答复 谢谢召集人 谢谢 议员 刚才 已经有说明 我在这边可以再次澄清一下 我们这次为什么要修法 第一就是 针对我们行政院 有颁布我们针对家暴跟性侵害跟性骚扰 必须要列入基金的可用范围 所以我们要明文列进来 另外是法务部要求 我独脾滥用家庭支持服务的部分 要明确的列进来 那第三就是因为为了重视 我们高雄市的原民的声音 所以 也在召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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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sh之下 争取之下 我们市长也非常重视 所以我们就在这样子的 法规里面 增列一位原民的代表 那另外 针对 呃 与中央现行法规 目前不一致的 这个旧时代的这个文字 因为已经 时代久远 我们觉得 容易造成 民众甚至说可能 呃 官员或者是 议员的一个误会的 这样子的文字 我们来这边做更清楚的 厘清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 六都 里面的文字 是我们的 唯有 高雄市的 是最落后 现在 中央要求我们 做的这个范围 好 局长也就是说 我们为了修法 是因为 让整个法律可以 随着整个时代的改变 社会环境的不同 依照我们相关的需要 以及中央部会的要求 所以我们才会 再去做一个修法 好 那另外 我再请教一下局长 刚才 郭建宏议员所担心的 修法之后 如果其他局处 要求你社会局编列 从工彩基金里面 编列相关的经费过去 这样的事情 会不会发生 其实工彩 其实工彩这个金额 他会 他直接影响的来源 其实是 工艺裁券卖的好不好 而不是 其他的一些情形 工艺裁券卖的好不好 那当然 我们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就是因为它是波动的 所以我们中央要求我们 在哪些可以用 我直接问啦 对 就是除了照顾弱势之外 譬如说 我举个例子 好 我民政局 我要去社区里面 照桥铺路 可以用吗 不行 好 这不用属于可用的范围 跟 我公务局我要去 去做公园可以用吗 不行 一定是要社会福利 而且哪些社会福利可用 哪些社会福利不可用 其实中央有越来越明确的犯定 所以公益 彩券的基金 盈余的相关的经费 就是要用在社会福利上面 而且哪些社会福利 它的比例可以多少 其实中央已经定到 非常的明确了 好 那我另外 我再请教局长一个问题 就是说 可能大家对于法令的解释不厭 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念法律的 虽然我的前老板 念法律念得很好 他现在已经要去当法务部长 那可是我法律还是念得不好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东西到底 有没有一个违法的问题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更好奇喔 如果 违法的话 为什么会像局长 刚才讲的 我们受到中央的评比 连续好几年的优等 又拿到相关的奖金 那我想问一下 中央评比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说违法的话 那为什么这样的 我们这样的应用又会得到优等 因为这对我来说 我还是看不清搞不透 我有点乱了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局长 就是 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公益彩券 我们公益彩券应用的评比 是谁评比的 那如果说违法的话 这样的评比到底 又代表了什么 请局长回答 是 工益彩券的这个评比 其实也是按照相关的母法 要求 我们要接受相关的 这样子的评鉴喔 那这个评鉴的内容非常的 的绵密喔 那 包括年度的预算执行 管理方式 执行率 然后相关 有没有 不该编列的编进去 哪些是可编列 哪些是不可编列 然后 还有我们相关一些 选导啦 行政作业啦 我们的专户 是不是 那个 专款专用啦 我们是不是有开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 的这个成员啊 然后我们的系统表啊 那拼比的单位是谁 是 财政部跟衛福部 财政部跟衛福部 是 是 而且 大家知道我们用到哪边去了吗 非常仔细的 翻过来 翻过去 看过来 对过去 所有都抬出来 他们看完之后 有没有人告诉你 你这都违法 你这 违反的他们相关规定 浩雄跟其他县市比起来 真的是 控管的非常的严格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 给我们所有相关承办的同仁 真的要给他很大的掌声 为高雄市这样子的争取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样子的咨询 我真的非常的痛心 我觉得是这样子 公務人员 把事情做 这套一句事实上讲的话 有些事情都是应该的 也是我们自己 自己的一个本分 所以 所以 我还是会 会期待 就是说 当 大家表现好的话 其实 每个人 在一个工作职位上面 都需要被肯定 尤其是我念 人力资源 我很了解 所谓回馈 再回馈的一个很重要性 那可以 可以带领整个组织文化 继续往前进的一个 最主要的动力 然后也可以让整个组织文化 组织里面的气氛融洽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 如果说 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也会觉得 好 就是说我们连续 获得中央的评比 我们是一个优等的 然后相关的支出 没有问题 好 他们才敢评优等嘛 我借这个机会 也澄清一下 因为刚才 议员有提到说 我们为什么年度的剩余 变少 或者是 相关的一些情形 其实这也是 依照审核的依据 其实中央不希望 我们有年度剩余 希望我们剩余的越少越好 这个是 我们如果剩余的越多 我们反而是会被扣分的 所以其实 我们有一些数字 不能单单这样子看 因为它是有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 管控跟计算的一个机制 那所以 议员要什么资料 我们都会提出来 我们也 容我们说明 我们也一再的说明 但是 我觉得有一些 认定上 或者说 已经是过去的 已经不合时宜的 不符合中央的 那 我们 这些钱是中央 下来给我们 我们接受中央的考核 当然我们也接受议会的监督 没有错 但是 在这个法律的 在这个法的 这个地方自治法的一些文字 如果 有一些 没有那么清楚 我们也希望 尽快 尽快能够有机会 让我们把它调成一个 符合 现在全中华民国 大家 试用的 这样子的一个 文字的一个叙述 然后 我们也符合中央的母法 要不然 我们时间拖得越久 越不把它改成 比较清楚 具体的文字 其实对高雄市来讲 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啊 我想是这样 就是说大概 我还是觉得可能就是 跟 局长这边 跟郭云那边 可能对第一个 可能法律的认知 可能 大家认知的 可能 误会也好 或误解也好 那我也希望就是局长私下 再去找郭云那边去做 有我们已经多次跟议员做 那第二个我在这边 还是肯定社会局的团队 就是说 在整个财政困难之下 你们还可以在 那个 公益产业基金的运营 这样的评比 然后获得中央的肯定 尤其是 过去的中央政府 跟高宏市政府 大家也知道嘛 整个政治关系 并不是那么融洽 所以接着我要讲的 就是说 我的好奇 如果一切的东西 其实 我觉得 如果过去 我们都是被公平的对待 没有所谓 重北清南的问题 我举个例 我们现在的劳建保费 到底还中央还清了没有 没有 好几百个亿在那边 我再举个例子 齐菌海岸线的整治 那是国土流失的问题 好 可是 市政府的长官 三次去中央要钱 中央不给 于是我们自己花了7亿 那些7 那个7亿的工程费用 也是我们 借钱 一条一条一条借来 为了保障其境居民的 住民的安全 我们高雄市政府把它吃下来 齁 那如果 我们有在预算上面 我们在补助款部分 我们被公平的对待的话 也许我会觉得 你今天这样的挪用 真的要检讨 齁就是说人 已经给我们足够的相关的经费 足够的相关的预算配置 足够的补助 齁也许就像 刚才 会员咨询的 他也许就是觉得 这是额外的 我们可以用额外的钱 再去多照顾一点弱势 我现在直接请教局长 如果依照我们目前的整个预算规模 我们就像他讲的 就是编在我们公共预算里面 我们的弱势 不要用到公益裁券的英语 我们的弱势 有没有办法跟现在一样 拿到相关的补助 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 整个我们各种的法 所要求 所希望 或是市民所需要的社会福利 已经越来越扩大 我们必须要从法 法务 法 公务的这样子的预算 加上公裁的一个预算 加起来才能够尽可能 还不是能够完全满足 我们市民现在的一个需要 但是 我们所有 要用的这些 福利的项目 我们真的 还在under 每年中央 会有一些新的福利措施 法定的一些福利措施 法定的补助 法定的措施 等等下来 所以他也知道 他们一直在扩大 地方要有一些配套的比例 所以他也知道 所以中央就已经放宽了 这样子的 希望各地可以有这样子的裁员 但是高雄市跟其他县市比起来 已经是编在公务预算里面 比例远高于在我们的工裁里面的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 就表示我们是严格在控管 这样子 虽然我们远低于 中央要求的 但是 我们也是在控管 因为未来 如果又有一个新的福利法规定 又有一个新的 法定补助 又有一些新的 福利措施 马上我们的 新的 长照法要上路 是不是又有一些新的 经费必须要开销 我们什么要放在工裁 哪些可以放在工裁 哪些不可以放在工裁 要是我们没有 这样子调度的空间 我们变得很多的 经费跟很多的 福利措施 我们是没有办法灵活来运用 所以 我们虽然有这个公益彩券 可以来做社会福利 但是它是有限缩的 那我们现在 就是在限缩的范围以内 跟公务预算做最好 最灵活的搭配 这个是我们 我们 对于高雄市的市民的一个 的承诺 我们就是要把这样子的一个 经费跟照顾的服务 跟到最大 如果我们这个部分的 的灵活运用的权利 被限缩了 而且明明就是中央 它相关法定下来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依法配合的 这个项目部分 它就说你可以用这个部分来滋用 但是我们自己的地方 却法令规定 我们不可以用 那我们不晓得以后 到时候我们相关的这些 不管是 法定的津贴 法定的补助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福利措施 我们要 要怎么样来 来院做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福利的工作 我们不了解说 因为为什么要阻挡 我们把法令修成 跟现在符合的 这样子的文字 这个是我们不能了解 但我们只能 只能说我们现在所有的部分 都是按照 所有的一个架构 所有的管理所有的执行 都是完全合法 所以都非常的善尽管理跟执行的责任 好 好 谢谢 简议员的执行 接下来执行的是 陈翠阮议员 谢谢大会主席 还有我们的社政部门的局处所长 还有议委董林 还有记者媒体小姐先生 还有关心市政的所有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本市陈翠阮 针对我们的社政部门业务报告资讯 好 首先 针对我们社会局 本市从我们的业务报告有看到说 我们在我们的前一站的美丽档那边有设立 我们的青春福利社 那 反应也很好 反应也很好 那我们青春福利社那里 一本是了解是提供我们的青少年多元的交流平台 那成为我们青少年的修行空间 那支援我们服务推广还有媒合 还有我们的心理智商的辅导的转介 讲座活动等的功能 所以这个青春福利社本市感觉不错 那 看到我们的业务报告有说到 去年的七月到十二月 我们的青春福利社有服务 八万九千两百五十三人次 将近快要九万人次 那等于平均一个月快两万人次 那 平均每一天大概有六百六十六个人 接受我们的赛绝千春福利社这边的服务 阿爸谢谢 刚刚 这个 在高雄市府这边 可以说数一数二的 非常 高的一个 将近快要九万人次的服务 那平均也觉得是也很好 那 可是问题来了 好像我们今年初 我们今年初 好像 悄悄的已经关闭了 关闭了 那 这么好的一个业绩 那我想 在市府团队这里也可以说数一数二业绩做得最好 那为什么又收摊起来 本身是刚刚很纳闷 像 我们 新闻的业份就悄悄已经给它 关闭了 那FB的 粉丝页 那Google Google搜寻 那偷偷都打上了 已经结束 营业 或者是 永久的停业 所以 本席觉得说 这么业绩这么好的 那为何要收摊 为何要收摊 为何要收摊 那连上面的电话码 也是变成空号了 那我们的FB的粉丝页 也没有更新了 那等一下请我们姚局长 简单回应一下 那 本身是觉得说 这么好的一个 设立一个欠出福利社那么好 为什么会收摊 我们在一起撑米婉英 那你现在保留下来的FB的粉丝页 你们我想是继续要提供一些 新的讯息要给一些 好青少年还是一些民众嘛 加赞 那本席又要给他看说 那本席又要给他看说 年的5月2号 什么木头人 投完去的讯息 那也只有7个人按赞 那3月16号 主梦计划也只有10个人按赞 那本席又觉得说 这样的成果 跟我们的千寸福利站的 42例的尸体店面 将近9万人次的数量 相差实在太大了 是不是哪里有出状况啊 李佳简单 请我们姚局长有没有回应一下 来请姚局长答复 谢谢召集人 谢谢议员的关心 的确我们 我们 我们这个部分 已经在今年已经结束了 因为我们现在 都在盘整我们所有的社福的 福利据点 跟我们所有的服务方案 那我们针对几个 效益比较 没有那么好的 的点 我们就重新做调整 那姚局长 那你觉得 青春福利站 不好吗 青春福利站 不好吗 不好吗 我觉得 对于 那我们针对报告 看到你们的 将近有快9万人次 那是不是 你 路过捷運站 还是 顺便把这些人次 加在我们的 我们的针对报告上面 因为我看 快将近9万人嘛 因为他 那应该有机非常好嘛 那 那 如同 姚局长说的 现在有一些 反应不好 你们就 结束起来 那代表是 你的青春福利社 設立不好吗 还是实体的 对我们的共同工作空间来取代 还是怎样 因为我们觉得在捷運那样子的一个公共空间 我们期望的一个预期效应 跟 就是 他后来会变得太过静态 就是 没有发挥我们原本期待 那样子的效果 但是我必须要讲说 其实承办的单位 他也是很有心 我们也不要在这边说 好像那个单位不好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只是觉得 我们有 有不一样的 一个设定的一个期望 那这样子 在那边 现场使用的人 去的使用的人 真的人次 直接使用的人次 真的 我们觉得是 低于我们的期望 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跟 承办单位 有 做过 那姚继承 如同你说 定于你们的期望 那本期觉得 9万人次 在我们市府这边 可以数一数二 非常高的一个人次 不是 真棒 那还是说 我们拼命开一些 一大堆的FB 粉丝业 然后就是 要充业绩 然后 为了写报告给我们议员看 然后 开一大堆的粉丝业的FB 所以不设计 没关系 了解 本期是希望说 一些的 一大堆的FB粉丝业 应该好好的去整合 去更新 不要说 雖然我们的FB 粉丝业 不用钱 可以开一大堆 但是刚开始好几千人 是 后来 到最后 后继无力 所以我们现在也都在整合 要不然就会有像议员 你只好 开在那边 后继无力 那这样子 也不是我们期望 希望整合 对 所以旧无力 然后 反而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我们在通议 而且报告 为了要让我们报告 上面的数量更好 所以 去 觉得是 我也写 报告 然后去充这个业绩 我觉得这样反而不好 所以希望说 我们可以大多的 FB的粉丝业 好 甘心去整合 是 那另外 我还有我们 我们的 要报告上面 也有写到 我们清风霞 那清风霞 这也是针对我们青少年的 那我也是希望说 你们应该好整合 所有的 支援 我们社会支援 因为 从要务报告上面 写的 你的 清风霞 虽然是针对我们青少年 那 但是 他的 FB的粉丝业 那4月17号 两则的讯息 也只有 17个人 个别按赞而已 所以本期 要特别强调说 不要 开一堆的 FB粉丝业 那应该 应该做的是 没错 没错 我们也是朝这个目标来努力 那你先请做 那另外本期在针对 我们的原县展 我们的原县展 原县展官邸 本期也是觉得说 过去好像 之前前几年有做我们的公立脱印中心嘛 那因为是建筑结构问题 所以要改到我们的副六管嘛 那本期觉得说 我们原县展官邸 其实 为了这个的使用 我觉得 我要特别到我们的台北 给华山五文川园区 特别去参访 那本期觉得说 像华山五文川园区 它的腹地比较宽广 它比较适合一些展览 或者是电影院 它里面有一个 光点的华山电影院也非常好 那有一些活动的场地 那它还可以 乘很多的展览的空间 那有可以容纳很多 像三百个或三千人去 去去里面看那些休闲一些 文文一些的空间 我觉得本期也觉得是 闲置空间 再利用再活化 是一个非常多工的一个 文创的空间 但是本期也觉得说 我的原县展官邸比较不适合 像我们华山的文创园区 这样的空间的固化 本期也觉得反而 可以做社福工作 社福工作可以好好使用 这边的县展官邸 可以朝向说 共同工作的空间的 来这个方向的议题 来运用 所以本期也觉得说 我们的县展官邸 再闲置空间 再利用再活化 应该可以 我们的社福工作可以介入 然后让我们的县展官邸 可以老屋 有心的价值 所以如同我们社会局 之前有 之前有设立公立投影中心 那因为建筑结构问题 又移到我们的附货馆 那我是非常肯定 我们市长还是我们社会局 这里 就是建立在做我们社福工作的推动 加战 那也是希望说 我们县展官邸这里 可以朝向说 可以提供我们七少年 可以提供七少年 做一些共同工作空间的运用 不晓得我们的邀居长知不知道 现在非常流行 共同工作空间的 设立 可以提供我们年轻人 一些创业还是一些共同的议题 话题来讨论 像我们高雄这里有 in between 还是做 或者做 这会还是我们的数位内容中心 还是柏尔艺术特区 还有 Design V 还有我们的热创屋等 共同工作空间 他们有许多都在我们的山民区 或者园区 云城区 但是北极觉得好像我们凤山还没有 这个共同工作空间的设立 我是希望说 我们社会局这里可以朝向这个议题 来努力 让我们年轻人可以在我们前县长官邸这里 可以对我们社福工作还是社会企业 等这个议题提出很多想法性的议题 来组成我们的共同工作空间 你现在要警告我们姚局长 针对这个 你有没有认同 有没有你的看法 请姚局长 请当回应一下 来请姚局长答复 谢谢 召集人 谢谢议员的关心 没有错 我们空间活化的部分 一直是市府整体各局处都非常 在市长的要求之下 我们都严格来执行 那 您所提的这个县长官邸的部分 其实也很多人 一直有在看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之前就已经去勘察过 它的结构标准没有办法符合 所以变成我们没有办法 来作为社会福利的使用 这都已经经过评估鉴定 但是除了这个地方之外 其实市府还有活用很多其他的 不管是所谓的闲置空间 或是低度运用的空间 我们有用了非常多 除了您刚刚讲 这样子的部分就算不能用 我们也用了很多 像教育局的学校用地 像区公所的一个空间 里活动中心 文康中心 甚至有都发局 国宅处 金发局的市场用地等等 我们也用了非常多其他的这个空间 我们来作为社会福利的一个规划 来提供早疗 供托老人服务 社区关怀据点 新住民的一个服务 而是要服务社福中心 还有保护性的这些方案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都会持续来做 邀局长本席知道 本席是说 针对我们的县长官邸 是不是可以提供我们年轻人 一些共同工作空间的设立 让他们有可以来这里 针对我们高雄的未来 还是他们创业 还是有一些公民议题 来讨论 我是希望说 这个 县长官你这边 其实非常可以 好的来运用 来使用 来活化 但是就 那你的看法 不是 就是因为他结构标准 不是啊 那提供一些年轻人 让他们做共同工作空间的 设立的运用 但是 因为他的 对 那为什么现在财政局 现在财政局 来再两分钟 现在财政局这边招标嘛 那我是希望说 邀局长这边可以提出这个议题 好 让 可以提供给我们年轻人 更有一个很好的社福 社福的空间 可以让他们来 推断我们社福工作 还有社会 的企业等这方面的议题的 议题的 议题的 分享 嗯 那个 我先来去找 对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回去转达啦 只是说 我先来去找 可以拋出这个议题 其实可以好 因为我们的 前县港公馆这边 提供我们青少年年轻人一些 共同工作空间的 应用 好 这一边现在更难 是 是 我们带回去 是 那另外再针对我们的 那你请坐 这对我们的报告上面 也有写的 街友 街友 那 街友 商业人数 更不是我们的 成长人数 那 本席觉得说 问题是 问题还是 我们要好好的去解决 那我们社会局 有 武力协助 皆有 就业 成效好不好 本席觉得好像 从这数字看起来 没有什么成效 因为 依据我们社会局 给外福部的 资料 前年 我记得人数是 395人 那去年是393人 那 他的人数反而 没什么降低 那我们社会局的资料 去年 7月到12月份 提供就业服务 92次 那平均就等于 只有四个人 就有一位 对我们协助就业 那 其实 那应该 他就应该 回到我们的 工作的生活 反而 也有什么 动 所以 街友 他的 人数 几乎多年 什么变化 接下来 我们的 新疆 新疆 接下来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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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安置的个案 或是协助就医 或是协助就业 或者是 协助相关社会福利申请的 这个项目 都是我们针对街友的 相关的服务 当然面对整个社会架构的一个改变 我们的 街友 不管是年龄层 或者是来来去去的一个 数字的状况 当然时有波动 那但是 我们 我们的街友 他在我们的街友中心 原则上他是一个自由的 他是一个自由的人 我们只是在他 可能是转期 有困难的这个时候 我们提供 这样子的一个 安置的地方 来提供协助 那他 愿意不愿意接受就业 我们努力的协助 他来 不管是就业训练 或是就业媒合 我们也跟劳工局 做了很多的一个合作 那 甚至我们 还 还更积极的 针对他 要去interview 他的 要穿得很得体 然后他要准备一些什么 相关的一个东西 我们 甚至都还加一步的 来多做这个部分 就是希望可以 除了他来这边 有的吃 有的住 有洗澡 有就医之外 我们还是要 赶快push他 回去就业职场 所以我们也希望 陪伴着他 跟劳工局一起搭配 让他可以 在interview 顺利 就业顺利 让他可以真的 过自力的生活 而不要依赖社会福利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跨局处 都有努力 在做这样子的方向 在留下我们的行政 所以我们先是希望说 我们不单 只是协助 要搞工作 我们应该 要从心理场面 去努力 让他有工作的力量 正确要去工作的力量 还有加上一些事情 加上一些心理层面的努力 是 资商辅导 这部分 我们来加强 来协助他们 好 谢谢 谢谢 陈翠兰议员的执行 接下来执行的议员是 书彦 陈翠兰 谢谢 主持 大家好 大家好 当然 在学院前 跟学院后 我们社会福利 在高雄关系 一年的总预算 差不多300 但是 我们在学院的第一年的总预算 一千四百七十几亿 当然 你本身了解 就是说 在社会福利这个区块 当然 我们的社会福利 就是说 会大幅的提升 经过我了解 就是说 两百几亿的 正义 二百十几亿的 正义 正义 隐藏性就没算而已 差不多 现在买以前的 原告雄关的医生 对不对 买更多的总医生 这个额度 但是 我们说这个就是说 对这个 我们这个历职局长 这些劳力的情节 对不对 就是说 社会福利这个区块 办得是有声有色 真的 我听听真的不错 但是 有一个问题 就是 再多的轻微 都是不够 比近 社会有需要照顾 人 经济 各方面的 環境 大環境的情节 其实 再 大的 庞大的预算 都没有办法 做处理 所以 你说 在这个 大環境 没有很好的情节 对不对 我们可以做一个聪明的理由 对不对 可以法律 相对的 我相信 这是社会局 邀局长的 跟以前 曾世文局长 对不对 就有一个洪用的目标 但是就是说 这些规定的实现 这些规定 没有一年 如果接受補助的人 但是 我们常常做到什么事情 就是说 政治的改变 他们继续修立 甚至他们继续修立 来做一个委层 包括第一说 包括有这些年代管理 所有人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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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人 那这个区块 这些中部 是要怎么做一个处理 那个照顾 当然 你们是可以说 用解套的方式 来做一个处理 包括 其他的配套措施 这些分析 对不对 可以跟他们均定 但是这些兄弟的 实在是 我们高雄市 有需要照顾 这些弱势的人 真的不少 所以 在这个经历高雄市的 当中 比较弱势这块的预算 我建议 我们姚局长 尽量去争取 如果尽量的 政策 这些年代 没法允许到 这些落实的需求 时 我们是否可以 广大利用社会资源 包括一些主线团队 包括一些这些市民所在 的基金会 更方便 我觉得 因为这些参行的 有很多的功能 对不对 来协助 我们的高雄市 市政府的财政 和这些最弱势的补助 没有搞这个区块 当然 那也是 包括一些主线团队 有些人关出来 一些三星人士关出来 当然 本市跟你建议 就是这个区块 我们真的要来庞大 来做一个利用 当然 我也希望 尽量对有 需要救助这些市民 我们的一些条件 可以整出来方向 帮它看 不要限定的那麽死 因为 这 那些判定 那些严格的时候 有时候 有需要 结果 刚才接受不了 这一点 本市 廖局长 就是一个建议 当然 你来接受的时候 还是 比较静贴来说 社会福利 更方便 有点表演 有点不错 所以不需要 大家庆订 尤其 我们这个 社会 风山区的社会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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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的护理科 这个就是我们的服务员当中 有的服务员 说不错 服务的精神 去结合社工 他们的所谓就是派人 要向积极 有反应去做一个处理 所谓的作为民 就是用这个机会 还是在国政策做一个建议 表现好的应该施行给予的鼓励 这样你的团队 比较有心心来做更大的充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这个务励坡 为了一个营区 我们是做这个集团的中心 有听着说 有听着说 就是说 有要遣移 到底是有没有遣移 遣移才是要遣移 因为那是以前 社会局局长 去政策 征出来 政策 当然逢十四位 在那里做 训练跟救災 所拥在影 如果 有要走 有要走 还是当时要走 因为我听说 好像要出钻针针针的那样 我们的训练场所 包括像八八猫的训练现场紧急救难人员的训练场所 那边的设施 如果要照我们一个配套设施 要用力拿一台 这等于姚局长在做个整体的答复 再过来就是说 我们的兵役科 我们的林区长 我们的曾国昌科长 我是觉得长期和兵役要 所有的兵役的问题在找到他 无关多困难 他都会依为我们各用企业的伺服 是我们都可贵 怎样说 包括当兵 包括当兵的当兵情投稿 更方便的 有更有问题 还是说 有什么说 可以说他继续 那个 那个 替他医疗更方便的 只要 他了解 家庭来找到他 他都会提供最 最好的服务 这是我们都可贵 甚至呢 做兵役 军中我们的公司的主题 包括他的家庭 包括我军中不出兵 这方面 他可以代替这个眷属 他跟军中做一个协调 大致上的 加速我们的市民 非常不安逸 在这种民家 其实 我感觉 还是刚才讲的那句话 一个高楼 对不对 其实我感觉 他很久了 尤其 最近五人以来 我们说实力 对不对 他所做的 服务安侠真的不少 不属我们民意代表 本书在这里 还是跟我们的局长 做一个建议 对不对 好的人 应该是 应该事实上 给一些鼓励 这样比较公平 老公局 对不对 就是说 这个 李局长 戴局长 戴局长 对不对 因为我们前面 两天也要办一个活动 你也是 真的 长期性也不简单 当机生的 对不对 既扇工会 办活动就去参加 无论 白天晚上 早上 你都早上 这点要精神 对不对 是我们乐可贵 当然 你也是 升得七层工会的 民心 所以 一天 我们办 那个 局长官職业总工会 那个工会里面 有六十二的既扇工会 会有五十六万的 但是 东方顶部就有让提出 一个建议 连时没有去贞除 那七十类 要连时一百个工会以上 无可的 劳工局 会 以前的局长也好 会说 当然 总工超 他也是 同样的 就是都有 深入基层 这 那些 参加他们的 台会 了解他们的需要 替他们解决 但是 你也是当今生的 对不对 恐惧长 如果没有去 没有够的地方 你就够 不然 你就够 中工照理 做出席 是这个 情形势 对不对 就是说 基杉的心声 真的 那天我也是在那看 你发现 我很感动 我们说 那就是说 你能做到没什么 但是 我们要去做一个建议 对不对 应该 又怎么帮人 来接这个 工工区的工头 对不对 不然 你不要说 你了解一些状况 的 政府状况 我说 那些 已经做到 所以 这些工会 是不是也说 建议 对不对 是用你做一个真处 当然 我今天发现 是代表基杉的心声 对不对 但是那些病毒是付出的 让我们这些基杉的 这些 我们这些劳工的 可以说 认同 还是我们劳科贵 当然 一些劳工政策 和博助 对不对 我是觉得三个工会 可以成立一个总工会 但是 你本身 你 劳工局的预算 就是一个饼 只有这么小的一块 但是呢 你如果三个工会 发生的修改 以前就是要 三分之一的 那个工会 全 比如说 三分之一以上 工会的联署 一半以上 会比较成总工会 但是现在发生的修改 变成三个基层工会 就可以成立一个总工会 那你目前 总工会 它的预算 对不对 剥处以上的额度 在萎缩 你现在又知道的工会 生的总工会 又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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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你现在萎缩到没有人做文章 这个 做文章 也要请我们代局长 我们要去了解一下 应该是如何 来争取 在整个预算的片列当中 我们能整出的 比较多余生 来做一个 来做一个处理 我感觉说 这是要靠到你的专业 来做一个处理 一直成立 整个人都可以成立 不可以去人帮成立 但是你一直在成立的话 对不对 这个政策 对不对 经费的萎缩 要怎么来做处理 处理 你们这些科长 表演 我们不太好 包括私信联络员 对不对 包括我们罗科长 对不对 皮科长 对不对 这些这些 包括你的乐资调节 你也知道很量力 所以 本席与专业做一个建议 对不对 你要去了解 真正的 为了劳本带打拼 在一些科长 说得最好 就是说 你如果有需要 输出这个企业的鼓励 也要有这些动作 本席 对你 做副局长 代理局长 这段时间 所表现的意义肯定 来 这个 姚局长 先回答一下 来 请姚局长答复 谢谢赵前 谢谢苏议员 那有关我们牛收浦营区 原本是我们国防部的土地 那 借用的契约到106年的3月 将要收回运用 所以事先有告知我们 所以我们 就将这个避难收容的功能 我们就提前规划 现在在我们迷陀的基地 正在整地 我们会在期限之前 把它搬到我们新的基地点 就是我们现有的 少年体验学员 这样子的一个区块 你那个迷陀基地 是什么用地 那个时间可以维持多久 我跟你说 那是智悟的 智悟 你想拔那几年而已 你现在改变的 你所有人力投资 包括建设 这形成一种的 一个投资的浪费 政府的投资的浪费 可是我们也跟国防部 检出很久 但是国防部坚持他们要 收回去 但是是要办理去乱申收的 还是他们要用的 所有的闲置营区 营区 营区一大堆 他为什么一定要去使用这个营区呢 我跟他说的很不便宜 你又在楼堂里 大厦 整个 整个营区 叫我堂区也不费 那多少闲置在那里 没有你用的了 其实要用这个营区刷在那里 也是经过以前的一个社会局长 他那个努力 很难以下 用出来的嘛 你用出来的 用在那里的情形下 你现在设备都做下去了 组合都做下去了 甚至一些训练的场所 包括 他困难的这些救灾困难的这个 这些设备都用下去了 你现在再刷 你现在再刷刷 你现在再刷刷 你密度 密度那些面积多大 有到他们使用的吗 这都要去科量啊 那可以用多久 那这事要在那里考量 你要把营区的 你不要在那里放下 那些设备在那里放下去 那不然我身上去 我们的医生的经费就没有了 你笑了 所以 我建议每一毛钱都要花在导口上 是 啊 这部分跟委员报告 那个 我们原本在牛丑谱这边的 不管是组合屋设施设备 训练的器材 好 我们全部都可以 可以移动的 我们全部都会搬到新的这个地方 那所以我们现在经费主要是在整地 跟相关的 一些环境的准备的部分 面积多大 比原来那些更大 差不多两半大 所以这部分其实是都评估过 很理想 而且又可以比较长置久安 在我们自己 市政委的土地 所以我们原本这个地方 只有一个青少年的服务 所以我们做这样子更好的运用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人团 人团科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 辅导有四千六百五十个人民团体 对不对 但是 这些移民团体 对于 我们这个人团科运作 也是感到 真的不安理 但是 其实 比较少了 就是 補助 这一方面 補助 这个社团的这个部分 这些费用 对不对 比较少了 但是 少了 有些社会的社团 也没有给你们申请 有 可以这样讲 对不对 但是 我现在观察就是 接近社团来辅导 他们不是你们補助 他们的这些费用 可以做什么用途 但是你们没有你们的犯罪 但是呢 这是不是说 可以来说 办法看 对不对 好人 你说 比较少了 你们補助 補助 五千那一万的 对不对 我们估计实在是 没什么 没什么对他们的帮忙到 这个额度 我的建议 是不是 事实来提高 提高的 当然这个经费来源 是不是要分配 局长 你这边家 有更好的办法去做处理 你介绍一下 好 直接回答 OK 其实 我们都非常了解 我自己也是民间出来 我们知道 我们在民间单位 要是没有钱 真的什么事 都没有办法做 但是 其实市政府的裁员 也是有限 但是我们 了解 其实 所有的 的 金钱 补助的来源 不是只有市政府的社会局 或者只有市政府 其实外面还有很多 可以申请的 的经费的管道 所以 我们为了这样子 希望可以争取更多的资源 到我们民间团体 甚至 把外面的资源 拉到高雄来 从其他的县市 甚至从国外的一些 相关的一个经费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 系列的 训练我们的 NPO组织 他在申请经费方面 他在写计划书 他在执行 他的财务管理 等等 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把这个 南海做大 把更多的 可以支持我们民间团体 不管是办活动 办活动或是执行 他们关注的一些 议题的一些经费 可以更丰沛 所以我们之前 我们也请了 雅虎的老师来 我们也请了 微软的专业讲师来 我们也请了 很多大专院校的一些 或是实务工作者 来指导 我们的NPO 在争取经费上 所以 因为 以前你也了解 现在跟社会局申请补助 真的很少 那一点点钱 真的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这样我也欢乐 是 我们会努力辅导 我们相关的团体 我们的努力 谢谢 请刘警长答复 谢谢 主席 谢谢议员对 民意局的那个 曾科长的关心 确实 到高宏市来以后 我听最多赞美的 就是我们曾科长 所以有时候 我碰到议员的时候 有通过电话 那议员实在是不认识我 他都以为 我们曾科长是干局长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真想 建议他接局长 好不好 谢谢 有机会我一定会 报告 来 李局长 答复 谢谢这个 议员的这个 这个关心 那么 苏议员对这个 劳工事务 可以说是非常熟悉 也非常 重视 非常关心 那么这一点 非常感谢 那么我们的劳工局 这个本来就是应该 替劳工服务 今后我们继续来努力 那么刚才提到 关于这个 这个劳工各项数 这种预算器方面 那么我们会尽量 那么在市府内 做一些争取的动作 希望说 替劳工 整齐复复复复复复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苏妍臣议员的执行 我们接下来执行的议员是 周琳文叶 谢谢主席 我首先在这里要讲一个故事 从前从前 有一对夫妻 男女生各来自于一个非常 也是我们现在号称的人生胜利组的家庭 两个都来自家庭背景非常好 两个都是高学历分子 两个在社会上的地位都在白领阶级 羡慕的职位 但是这段婚姻呢 其实在很多人的羡慕下走了好几年 一直到他们生的两个儿子 在一岁到跟两岁的时候 他们觉得婚姻受到了瓶颈 走不下去 那也在这个时候同时 发现妈妈得了大脑即将萎缩的罕见疾病 所以两个夫妻在那个当下协议离婚 妈妈因为要对抗病魔 医生宣布她五年内可能要做轮椅 想说不要拖累小孩 所以她把监护权给了爸爸 爸爸就在小孩一岁跟两岁的时候 带着这两个儿子到大陆去了 妈妈一个人在台湾对抗病魔 但是妈妈很坚强 她没有如医生预计的 她不但打败了病魔 她现在所有的工作正常 运动正常 身体健康都正常 这两个男孩子大概就是每一年过年 回来看妈妈 一直到今年的过年 13岁的哥哥 13岁的弟弟跟14岁的哥哥 今年过年回来了 有一天晚上跟妈妈说 妈妈我们决定告诉你一件事 我们长大了 其实这12年 我们都在大陆被爸爸的新阿姨打了12年 虐待了12年 这两个小孩 姿子很好 功课很好 有许多比赛 数学冠军啊 这些奖状 那妈妈听了 你可以理解 妈妈这12年来到现在 听到的心里有多痛 小孩说过却不讲 是因为怕回来了以后 他们知道监护权在爸爸 是怕回来了以后 从此就 过年连让他们回来看 妈妈都不看了 好 这个妈妈的妹妹 也是个律师 于是 整个家族开完会 今年过完年开始 就要打监护权 并且 妹妹也建议 我们就跟法律申请暂时保护令 加暴令 因为要让小孩暂时留在台湾 也怕去了 再回去大陆 我们就要不回来这个小孩了 好 但是这个家暴令 这个暂行家暴令 一点都不暂时 从三月 二月三月 申请到现在 没有下来 这个在我们的家暴 科里面 科长跟社工 他们也觉得这个时间点 是超过的 那社工也很静止 帮我们打电话 问了几次法官 那法官 书记官的意思是说 因为对方的爸爸虽然的没有出现 也是在台湾 请了一个律师 意思就是说 他要对抗这个暂时加暴令 所以这个法官很谨慎 到现在没有开庭 这两个小孩 其实已经是三十四岁了 他们已经能够完整的叙述所有的过程 但是因为加暴令 暂时加暴令 法官没有合下来 妈妈想说 这小孩也不能不念书 希望他们的学业衔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从三月开始 就希望他们能够在高雄先回学校 在爸爸开始跟妈妈打监护拳的 这个过程里面 让他们的教育是不断成的 于是他们找上了教育局 他们跟教育局周旋了一个月以后来找我 周旋了一个月 所以为什么他进不了任何一间学校 第一 你两岁就去大陆了 你只在台湾只有出生级 你只有出生证明 好 我知道你们开始跟我皱眉头了 这就是我这两个月这么沮丧的原因 第二 他去报私校 私校说你没有任何的学籍证明 我怎么证明让你 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念书 我怎么让你直接就进来念国三国二 你可以同等学历考试啊 同等学历考试很抱歉 过去了 而且你要报考同等学历考试 要去大陆跟你原来练那个学校 申请 证明 你在那边的学籍 你觉得妈妈请得到吗 那学校根本理都不理这个妈妈 因为是爸爸在大陆 让小孩念书的啊 教育局说最放宽的 你这小孩曾经有比赛过 数学冠军就在这一两年 那好 证书可以 拿来我们试试看 当作你可以念书的证明 妈妈手上有什么 妈妈手上有所有奖状的影本 为什么小孩子得到第一名很高兴 传照片给妈妈看 这本都在大陆 很抱歉 影本不行 学校因为教育局都没有放 一大也不敢收 好 教育局跟我们周旋了一个月以后 说走最快的路线是社会局 我们用家暴救助保护小孩的方式 先出个证明 或社会局可以协助小孩有个证明 先去学校念书 我要讲社工也很帮忙 我们都有跟社会局联系 联络到现在也快两个礼拜了 社工也帮我们吹了法官 社工跟我们讲了很多 跟那个承办科 承办人都讲了很多理由 这些理由绝对就是构成这个小孩不能上学的理由 他还是进不了 因为都没有证明 而且法院 当然我刚有一直提 社工很帮忙 社工还主动打电话去吹法官 为什么这个占保令这么不容易拿到 后来知道了是这个原因 知道了是这个原因 就变成法院要让爸妈再去周旋了 好 结果到现在 这小孩还是不能上学 我记得学校的 我们的机制 我们的家暴中心 我们不是从教育局到社会局 我们不是一直都在努力 那些不念书的 他有还在国民应尽要义务的 国中以前 他势必我们的法律保障 只要是台湾的孩子 我们都要逼他进学校的 不是吗 我们今天怎么会有因为这样的事情 没有办法让这个小孩子 先到学校去就学 他就要在外面耗两三个月 而且很可能他要耗到 他的父母把监护权的官司打完 其实我真的遇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在沮丧不过了 我再跟你们讲去年的故事 我讲第二个故事 去年一样也是跟社会局周旋 一个我们高雄的男孩子 他娶了一个澳洲的女生 两个人在澳洲打离婚官司 爸爸就把小孩带回来了 这是我台湾的小孩吗 回来以后要让小孩子去念书 从社会局到内政部 不给这个小孩 不给这个小孩身份 不给爸爸直接让这个小孩进户口 为什么 怕澳洲 因为澳洲的妈妈也有在争夺监护权 我说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局 我们的照顾人民的这个单位 这些单位我都觉得太弱了 那个小孩子社会局去年 乃千还在当局长的时候 居然集体建议爸爸 不要认亲儿子 干脆用认养的 这样最快可以入籍 情何以堪 因为我们的法律 去年社会局 要这个爸爸说 你要来入依亲 入籍证明这个小孩是你的 你必须交你在澳洲的结婚证书 跟离婚证书 这件事情我听起来就荒谬 结婚证书交了 离婚证书怎么交出来啊 离婚证书就在澳洲跟着女的打离婚官司 他离婚证书怎么交出来啊 澳洲的政府也保护他们的女孩啊 澳洲的政府也保护他们的人民啊 找不到这个案子吗 我请求协助 这个小孩还不能上学 既读也好 既读也好 有任何一个单位可以先给义大 或者是因为他们想要念义大的国际识教 可以有任何只要出具任何一个单位 义大可以先求这个学生嘛 他先上学嘛 将来有没有学籍没有关系嘛 你不要让两个国三国二的小孩在外面晃着嘛 我请求协助来局长 如果我们再积极一点介入这个案子 这两个小孩可以上学吗 请姚务机长来答复 谢谢 召集人 谢谢议员的关心 这个案子我现在手边是没有资料的 所以我想我要看过资料了解一些情形 再跟议员回报是比较负责任的 那的确我们在现在不但有很多离婚官司的这个部分 甚至也很多越来越多跨国的一个婚姻关系的这个部分 就是配偶就避而不见 避而不见之后造成很多的事情 把我们社工急得要死 但是真的法官也没有办法做相关的判 警察局也没有办法 但是避而不见这件事情 当然这是不负责任的父母 但是避而不见的过程 小孩子怎么办 我们的公权力其实可以有更保护小孩更强烈的方式 其实我们都会去了解说 这个部分如果他是有爸爸或是妈妈 甚至说阿姨姑姑有在 那他是可以照顾他的 我们一定会确认他的安全 有没有人照顾他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短期安置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是有各种不同的一个短期安置的一些单位 那他有没有受报的事实 他如果受报有些相关的流程 必须要做相关的检验 相关的资料 以便未来必须要做 如果已经像十二十三岁 他都可以非常清楚的 而且他本身是一般的孩子 所以他的迅速应该都会非常的清楚 我想这个地方非常清楚 非常的精准 但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成熟的年纪 这样聪明的小孩 这样的精准 整个公开会没有办法 没有任何一个单位 任何一个长辈 任何一个长官 可以协助这两个小孩进校园 所以你看这两个小孩 是在对岸成长长大的 他现在急于要赶快台湾的教育 补起来 我们就放他在家里这样亮着 是 这件事情 当然也许为什么 局长 是 为什么这件事情 我不认为他应该发展到 我用市议员的名义 直接打给你局长 说这样的案子赶快交办 我觉得他应该在那个过程里面 是应该可以找得到任何的协助方法 我们才会从最基层的 可以协助我们的 一路从社工承办了解 陪着妈妈 陪着小孩走到现在 是 那也许我错了 我应该把他当成 我应该把他当成 任何一个案子 大大小小 每个同仁习惯的方式 另外这件事快给我处理 但是不对的 我们的社会局 我们国家的保护机制 这样是不对的 是 这么明显 这么清楚的案例 这么清楚的状况 那小孩子已经亮两个多月了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跟同仁 调阅相关的资料 再跟议员回复 那我们的同仁在处理案件上 除非是一些很紧急的一些情形 再来讲 不会说因为我交办就比较快 其实他们都是 二十五小时的 这就是我很尊重他们的原因 社会局其实我一直在讲 连社工都很认真 社工还去吹法官 但是无奈啊 他吹完了回来的结果就是没有占保力 这小孩子就不能入学 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可以协助他 是 其实有一些 其实我们甚至没有办法 我们有时候还会去拜托一些立法委员 因为有一些单位是中央层级的 我们去讲没有用 可能还要拜托我们高雄市级的一些立法委员 我们去透过他们的关系 再帮忙跟相关的单位 其实局长 这就是我最痛恨的道路 不应该是这样嘛 对 但是如果 我们希望帮助这个孩子 比较快 获得他需要的 因为现在 不管是国籍法 或者是两岸的 或者是不同国家的 这个部分的身份取得跟认定 甚至他之间还有一些法律诉讼的一个关系 在进行当中 两方的 各自请的律师 各自有一些等法院的判决等等 所以 呃 我们处理很多这样子的案件啦 我了解 我想我们不会拖延 也不会 不会说不管那个孩子的安全 或是有没有人照顾 这个部分 但是也不可会言 我们每一次在处理 现在的工房站 大家都很会走法律途径 我们每一次工单位 在处理法律途径的时候 我们都会无奈是没有错 尤其是 尤其是家庭里面的事情 但是 其实有时候是无奈 有时候我们也会退缩自保 我们承担的 每一个 我们的工作人 有时候也会想说 啊 让他们去 干脆官司打一打再说 我们也常常会想说 我不要那么积极介入 因为我也很怕这个纠纷烧到我们工单位 嗯 但是我们 家房的社工同仁都很聪慰 而且 家房的部分 我觉得家房跟家暴的这个途径 应该还是我们最快速可以先让小孩子 进学校的一个方式 不论他有没有学籍 我就是在这里请帮忙 不论父母的监护权官司什么打 先让他们进校园吧 这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请局长这边可以帮我们 再跟教育单位再积极争取 教育单位就塞给你们啊 所以你看我们有充满了多大的无奈 先去季度也好 先让他进校园 好不好 这其实是妈妈最卑微的要求 我们会努力 好 所以我说应该 其实我们政府更积极了 不能剥夺了 读书就 跟父母亲是两回事吧 他打他们的官司 他至少说他既然来到我们国家 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对待他们 搞不好他就愿意把国籍放在这里啊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我们 市府大会要好好研究 谢谢周医院的执行 接下来执行的议员是郑光峰议员 谢谢主席二等议员 那两个问题来做执询 第一个就是接我们刚刚周灵文议员的 有关于单亲方面还有一些补助的问题 那在这里我也要先肯定一下 社会局在整个我们高雄市政委 很多的低收也好 很多的边缘人士也好 你们在这样的一个努力 那不过因为在每一次我的服务的 每次的服务时间里面 几乎每个月都会有单亲家庭 来跟我澄情 就是有关于补助的事宜 那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 每次因为要譬如说 妈妈离婚的都要去找老公 然后要他的一些譬如说他的资料 什么资料我想等一下局长在那边 再做一下报告 我想单亲的补助有生活补助 托育的补助还有教育的补助 那这些的补助 其实我们都 很多我们的利益都非常的好 那但是呢 当他拿到这些资格 有的人都没有 根本就抛弃 去职 那有些根本是 两个已经失恋到 根本就不想往来 那又以生活的压力 现实的压力 他不得不要跟他去找他的 先生也好 他老婆也好 这些都是情何以堪 那在这个 不管是不是中央或地方 你们这边有 我想我们高雄市政委 又有一个叫做 高雄市的单亲家庭的辅助办法 那我也看到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 就是有关于补助 单亲的 譬如说托育的补助 或者说生活的补助 那其中有一样就是 第一个要具备的条件 我想这是大家最真理 还一样 因为他这个叫单亲的补助 单亲的补助 那第一个就要讲说 请国税 要国税局出具全户的所得 不动产 综合所得税的清单 以上资料含申请人 申请的父母 申请的父母 还有他的申请人的子女 我想这父母就是 两个人都要申请的这样的一个资料 觉得我不会怪我们社会局 我觉得这是一个恶化 恶化 几乎这是等于是把 这个单亲要去申请人 要撒一把眼 叫他很没有尊严 来请你这个钱 现在的社会多元化之后 我觉得单亲的家庭也多 有些人我想 由于他现实的层面 真的非常非常的痛苦 特别他还要这样的 拉下人去 真的要去拿这些资料 有些真 这有些人他已经 反正他已经申请到就算 可是这些过程当中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 需要拉下人 而且很没有尊严 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五二点之后 我觉得不管是中央的法规也好 地方也好 我觉得应该要 局长 我希望在这个 这个二法面 能不能有怎样的一个改进 譬如说单一的资料 或者说怎么样做一个 研考或者 申请背后的一个追踪 宽松的认定 我觉得几乎每一个来过 陈琴的人 我都看到 我都非常非常的难过 局长 是不是这个 像第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 具备要父母的 所得的资料 根本就是拿 已经就是叫做单亲 所以已经都都离缘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个资料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 不管这个是 如果是中央的法规 局长 是不是可以提供你的想法 或者未来你要怎么做 把这个 这样的法码修掉 因为我觉得有必要替这些 弱势的人 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母亲 或者父亲也好 替他做 替他来做一个陈琴 好 局长请说明一下 来 请姚局长说明 谢谢赵姐 谢谢郑议员 那个 这个 这一类的 个案的确是很多 那 也 也为了这样子的 困难 也想过很多不同的方式 但是 这又回到 像昨天我们也有 跟几个议员在说明的 就是 因为这是一个针对子女的 单亲子女的 的 这样子一个补助方案 那按照我们中华民文明法的精神 父母 是有责任要养小孩 不管你的爸爸 你这对夫妻 你就算离婚了 你都还是应该有责任要养小孩 如果你不去查两个爸爸 爸爸跟妈妈 不管小孩子 监护权是放在谁那边 说不定爸爸很有钱 但是监护权是在 妈妈那边 妈妈可能比较没有钱 照理来讲 爸爸 你就应该要拿钱出来 养你的小孩 好但是 我们会希望 政府的这些补助 是真的用到 爸爸妈妈都很没有钱 你是走投无路 然后我们这些钱 来帮忙这些罪弱事 而不是说 所以你常常会看到说 哦 他自己娶这孩子很可怜 他兄弟 都会这样 过好日子怎样 其实 我们如果一旦修法 就会有道德风险的问题 因为这个 一切下去 不只是单亲 这个部分 我们很多的一些 财产认定的这个部分 就会 把 不管是 父母要照顾 尊 尊 就是每个人要 照顾 他的尊亲属 跟被亲属 相关的一些 责任 权利义务的一个问题 跟 像这个状况 你有没有权利 即使你 分开了 局长对不起 我中断一下 我特别要强调 就是说 我们不能因为 有五 可能我们要为他应付 五 这样的一个 可能会去蒙骗 我们政府 或者说道德的风险 然后把95%真的急需要的人 来变成他很无辜 而且变成很无奈 来申请这个 这样刁难他 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我们一乡全面想说 在这个父母 这是我们读书人 我们这些立法的人 异乡全面很觉得很高 很堂房的说 我们应该有义务养这些 这些弃养 这些不仪器 这些他自己子女的 譬如说 母也好 我给你说 基本上你说的是 你的道理 他根本是把这个 道理当作避养 所以我要讲的意思说 我们异乡全面想说 你父母亲要去养这些小孩 他们不是这样想吗 对不对 所以局长 我现在具体建议是说 社会局 有没有一个版本 我们觉得要跟中央 来做这样的具体的建议 那我当然我也肯定 社会局在很多 这样的弹性面的认定方面 他有一些紧急的 紧急的给的给的给付 还有紧急的处置 我觉得在这里非常肯定社会局 但是终究每一次的个案 每一次的个案 不同的家庭 我觉得他都拉下人来跟我澄清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 在这方面去做一个 比较积极面的 把这个法到底我们要怎么去做 我们走在中央之前 也没有关系 我们有必要 在这地方自治法里面 如果是余燕 我们觉得透过议会 这边来做一个地方自治 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单行法里面 来做通过 我觉得都有必要 但是我觉得相信说 现行的法规 应该 局长你应该 我觉得这个法是非常的完备 完备里面 其实就是伤害这些了 是 这个部分我们 像卫福部 我们固定都会有双手脚联系会议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也可以去 来提出我们的建议 我觉得我是具体建议是不是 高雄市有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规定 请你这个父母里面 怎么样去做一些修订 修订跟中央 我觉得我们可以拿出来议会 或者怎么样去到议会里面 通过这样的单行 因为这有些是涉及到利益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法规方面 所以不妨我们的在法规的情境方面 怎么样去做一些修订 然后来让中央有这样的一个压力 当然我们不是要宣誓说 我们陈局地方政策是赤喀罗赫 不是 根本这个法我们是很不适当的 好不好 我想先问到这里 我想很多在这里讨论 我们终究是不是本身 社会局本身的问题 而是中央跟法规的问题 好不好 谢谢 我们回去来演绎 谢谢 第二个问题我想要请教就是 我们劳工局 劳工局 劳检方面 因为我觉得劳检在 在很多高雄市 因为它是一个工业 工业城 那当然很多不同领域 特别是在劳检的领域方面 村长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大家沟通也非常的好 那不过 不过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說在整個溝通的層次方面 我都覺得是不是在第一次去 機查的時候 因為資方 我講的是資方不是勞方 像我最近的幾個 包括幼稚園也好 還有銀行 還有證券行 我想很多 他有他的工作的性質 他可能 他會不會再處理做業務 可能回來就沒有打卡等等 他其實是一個比較彈性的一個行業 可是如果按照勞計法 可能在很多的這樣的規定之下 看起來又被罰了 但是問問的結果 可能沒有存給 沒有存給什麼 就是第一次 地道問問可能就準備要罰了 那 處長也好 或者我們的理代理局長也好 我本席會想法是這樣 具體的建議是這樣 所有的很多的局處 不管是違建 很多相關的違法 其實都有他們 一個彈性的 第一次的空間 改善的空間 所以 局長 我是 我的本席的建議是說 這些業者 他 應該都不是故意 因為我們勞檢的目的是要保護勞工 他的工作 勞動條件 還有本身 他的權益 我們是透過這樣的政府這樣的一個一個保護的一個法規 那機場的目的當然就是要保護這些勞工的權利 既然是這樣 老闆 我們當然就是要特別把這個給它機場 那基本上 我們發覺這些業者是 很 很無助的來告訴我說 其實是真的他們的利益也是很好 他們有他的彈性的這樣的工作條件 工作的空間 可是呢 我們不理剛才 去換到這個勞計畫 或者他的勞動條件 所以是不是我們可以具體的建議 給他有一個彈性的改善的時間 我覺得這些老闆 我們當然 我們去跟他處分不是良意 而是讓他怎麼樣之以後 能夠去改進他的勞動條件 跟他以後能夠正常 把這樣勞工的照顧跟他完善 所以 是不是 局長 有沒有辦法 因為我發覺 都第一次就招就招下去了 招下去了 我是覺得 我們不需要這樣 我覺得 我們應該是說有一個 第一次讓他一個月讓他去改善 我覺得這些他們都願意配合 當然因為有罰錢的關係 他們願意配合 除非 他們真的是 他覺得我有成本的需求 他沒辦法 他就要給你應付應付 我覺得那就不對 齁 局長是不是可以來 這是很多業者他會跟我承情 我也覺得這很合理 他們我們 本來處分的 處分的原理就是讓他改善 你可以給他一個月的時間 沒關係吧 會有怎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彈性空間 我覺得還蠻好的 局長是不是回答一下 來請李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政議員 那麼 政議員一樣 關心的勞動事務 我們非常感激的 那麼 對這個勞計法有關 這個工資工資這方面 我們一向是採取這個 宣導輔導跟檢查 三管旗下的方式 那麼剛才這個議員這種建議來講 那麼我們是瞭解說 這是有些雇主 可能是因為不知法令 他並不是故意的 才有這種情形 不過因為現行勞動經濟法 那麼 翻譯整個法令 真的是並沒有給予這個 限期改善這種空間規定 反正就要說只要說 一旦查到的話 有違法試 我們就必須依法做處理 所以這方面來講 法令上面是目前案子沒有辦法克服 沒有辦法 我的意思是說局長 是不是是說第一次 我們在處置的時候 因為我們其實目的也不是要做一個 第一次就這樣的處分 而是說讓它有一個改善的空間 在幾日內要改善 沒有的話 我就要跟你發責了 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自己就會涉及到 會圖利嗎 不會吧 議員 因為法令是定很明的 不過實際上 主要是我們回去研究看看 他有沒有什麼 我想局長具體建議 你回去研議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些的資料 在目前我們勞工局在很多的基查 跟他們的配爾 我覺得都很滿意 但是在一個處分的過程當中 我是覺得稍微一點厚道一下 厚道對他們講 我覺得是不必要的事 因為我們手段並不是要讓他花錢 只是要讓他改進 你說半個月給他一個月時間 我覺得那是夠的 我想局長你回去再研議一下好不好 研究看看 謝謝 主席我質詢到這裡 謝謝 謝謝鄭光峰議員的進行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